各个大型活动如现场演唱会恢复举办 而借机卖黄牛票的情况也跟着卷土重来 网购平台上近来出现上千则转售演唱会门票的贴文 价格飙到原价的三倍 记者陈韵儿就发现有人甚至在演唱会门票开卖之前就提供代购服务 加拿大偶像歌手贾斯丁·比伯 10月份来新开唱 门票开卖不到四天就被一扫而空 我觉得比较幸运能够在新加坡看到演唱会 所以说比较期待 但是我觉得应该比较难抢 前几天排队买的时候在网上 好像也一万多人在排队等着买的 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演唱会字眼 就发现有一千多条相关贴文 当中大多是转卖贾斯丁·比伯演唱会的黄牛票 其中最靠近舞台区域的门票要价高达850元 是原价的2.5倍 此外也有人为五月开卖的周杰伦演唱会提供高价代购服务 本台向小贾斯丁演唱会的主办单位询问 却没有获得任何回应 网购平台Carosell则表示 不鼓励卖黄牛票或谋取暴力的行为 受访律师表示 主办方或售票平台均能通过合约法采取法律行动 至于在网上提供待人购票服务的这些人 受访律师表示 他们将在商业注册法 以及个人所得税法令下面对法律责任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韵儿报道